你看,這下面也是錢幣 真的耶 都是錢幣的那個 雙子,你說,你最好你在給你 所以它這個錢幣 代表就是幫你押錢的意思 所以你在找任何開運物的話 其實像牛本身 它就是一個讓你的運勢翻轉 但是你下面咬一個錢幣的話 代表扭轉乾坤 把這個錢財 如果說你真的在股票 或是說投資上面 有一些障礙的話 你想要增加一點好運氣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辦公室 他現在投資有點障礙 他剛剛講到他唱片 他現在這樣子可以 你怎麼把我押… 被牛押在下面坤 是這樣子嗎 對,像你的CD 講的牛是很乾坤 漂亮,這樣好 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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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所以牛有沒有說特別要放哪裡 牛來講的話 如果我說你一般是從… 是辦公室的人 你少了問題很多 你就放在你辦公室的左方 就可以了 那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你進門貴人不彰顯的話 你就放在你的玄關的位置 就沒有問題 OK 了解 但它不只是皮修豬、牛之外 還有魚 是啊 對,這是東南亞帶回來的 你們家什麼食材類都有 因為我做吃的 所以你看 它這個魚來講的話 擺的位置我們常講 中國人喜歡黏黏有魚 對 那黏黏有魚是指家裡面要豐收 要有魚、愛護春 但是你看它這個魚 把它游到 大門外面的方向 對 這樣等於說你這個魚 都是游到給別人 所以你要想想看說 你看你真的很慷慨 家裡僅有的、剩餘的 都給別人了 真的 我的媽呀 我可以幫你轉嗎 你幫我轉一下 幫你轉 趕快轉一下 因為這個木雕很漂亮 它兩邊都有 所以其實放進來也很漂亮 而且這個魚的轉的方向 也是有一點小技巧的 像你可以轉的話 可以把它對省這個名財位的地方 對 那叫做財富牛魚 可是魚呢 最重要就是不要降就好 好 這樣子 我叫做黃甩的 不要放 對 這樣子 好 總是財位 財位上面有冷氣 以及後面是陽台外推 成了今天的第三個慷慨合局 最好再將財位的燈點亮 並且在望裡放前 以聚集財氣喔 而陽台外推的部分 李承泰早已在地板下 互舞色水晶化解 但其實不用大興土木 只要在四個角落 擺放白水晶柱 就能夠提升地氣了 另外家裡的飾品 皮修切記不要擺得太高 以擺腰部的位置 而魚要朝屋內擺 才不會造成破財喔 而解決完客廳的問題 後陽台竟出現了 今天的最大漏財煞氣 來 看一下我們家這個地方 老師 這個 你差嗎 你... 為什麼 你說這裡聽不懂 好玩的 你看 我們家這個冰箱多不酷啊 看到沒有 這邊是在冰冰淇淋 看到沒有 冰淇淋是有在樓下營業的嗎 對啊 我跟你講 有很多朋友會帶海鮮 然後各地的名產 老師,你覺得怎麼樣 我的冰箱怎麼樣 我對這個冰箱面的冰淇淋 因為我真的也很想要這個冰箱 對啊 我也覺得後陽台放一個 可以冰很多東西 因為它多好 可是你放的地方... 其實冰箱本身無罪 罪的是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把它... 你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因為冰箱代表一個 彩庫的象徵 你把它放在後陽台 而且還是放花的地方 完全是架空的情況下 因為冰箱是最大的彩庫 而且裡面冰箱又冰了很多的漁貨 而且就是我們講的風衣主食 就是把所有的財寶都是往外丟 所以這個冰箱是造成你要... 就是 慷慨最大的主因 所以我們講慷慨屋 這是第三個 冰箱放在後陽台外面了 怎麼這樣 它是後陽台 還是後陽台外面 後陽台本身就是了 然後你又把它架到這一個 花台外面 就是... 然後把它冰淇淨更加重 是 等於說你把錢丟在海裡面 也是一樣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 後陽台完全是不能放冰箱的 這真的不好的 但是如果說像有些觀眾朋友 真的礙於空間的限制 你真的必須要把冰箱 放到陽台的空間的話 我們要如何處置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在冰箱的下面 你一定要花一點巧思 例如說你可以放一個 或是黃色的地毯 讓這個地氣稍微補強 那地毯下面 我們之前有教過 一樣要放三十六個 十塊錢的硬幣 等於說把這個地氣提升 你的財庫就不容易是 健康的狀態 我看到後陽台 這邊好像有兩個房間 其實這裡是有另外兩個房間 這個我們剛剛餐桌的隔壁 餐桌隔壁 那就一個隱藏的門 所以這邊有一個小房間 對 這邊還有一個房間 好酷喔 OK 李承泰家的最後一個慷慨格局 終於水落石出啦 也就是他的財庫 竟然外翻給別人看 如果非不得已 必須將冰箱放在後陽台 移放在地上 並且下面鋪紅地毯 黏上三十六枚硬幣 以提升地氣和財氣喔 小蕭培 小蕭培 不要這樣 這首歌應該有三四十年了吧 對啊 二十幾年 等等 有在這裡的房間 你怎麼也太好了嗎 這也是小房間 客房 但是很小 真的很小耶 對 老師 妳稍微看一下 我啊 好 不要玩我的魔術方塊 太慘了 你 為什麼 因為它要慘的 為什麼要慘的 老師 老師 怎麼了 妳們不要想睡覺 看到床 我們沒有想睡覺 妳怎麼了 礙於空間我們只好坐 我們要這樣請下來 怎麼可能會讓妳想睡覺 對啊 你應該沒有客人來這裡睡吧 很少 妳現在已經容在背景裡 沒有 我沒有戴回景 對 對啊 因為這整個 你看門又切到床 那個書桌前面有窗戶 容易不專心 對啊 老師 我們是不是都講完 還是還有一些沒講到 有啊 就是這個床 是不是直接對後廊台的門 對 對啊 這個窗來講的話 妳的床尾對窗 我們知道是不是濕出外露 但是其實它最重要的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擺設的話 其實它也很容易導致 意外雪光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妳的腳直接對這個窗 妳的氣口直接傷到腳 所以你出去 容易就是說 車關的問題要特別留意 因為跟妳的行走啊 交通呢 是特別有關係的 然後此外呢 你看它這個是門 去衝到這個床 其實都是張腳的部分 它是騎到腳 但是其實好處就是說 它這一個門呢 是做成隱藏式的門 對 隱藏式的門 它已經避開門框的問題了 所以其實它這個等於 也是有化解的方式 就不像一個門這樣就對了 就是它 因為它做隱藏式 所以就是沒有 好像真的衝到 對 它少了門框的部分 不是 所以它這個 因為有些人 當然是要為了要搶空間 然後它又好客 所以就想說在這個地方 反正多出這個空間來 其實它可以做成儲藏式的 可以啊 其實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真的不要 就是說硬要這個空間當房間的話 當儲藏式是最好的 它其實房間最忌諱的就是說 它剛好在廚房的那個交界處 因為廚房是一個火器 代表說你住在這個房間裡面 來講的話 這個人他的火器會特別旺 因為心血管方面容易出問題 而且情緒很容易莫名的焦躁 不安 對 我媽媽以前就是 她的房間就是對著廚房 我常常覺得她的火器蠻大的 對 所以就是在廚房交界處 盡量不要有睡覺的房間 其他功能的房間可以嗎 或者如果是廚房 或什麼一般的 或什麼的起居室什麼的 其實如果說像這樣的話 你就放說遊戲室就可以了 很像說拳房 這樣玩 比如說電腦房之類的 對 遊戲室 打坐室 休閒室都可以 但是如果重要 我們人要睡覺 就要精氣室要飽滿嘛 所以要好的休息 所以不要放臥房 但是畢竟還好只是客房而已 才不常有 說不定它主臥是 打開看到過恐怖的東西 是 對不對 我覺得以你的品味 你的主臥應該不會太差吧 這個很難講了 我現在在講太多 等一下就很丟臉 你睡得很好 我 我本身是神經質的人 真的就是看得出來 你也太好了 我們就是要去看 神經質要幫嘴 舉實會得出來 等一下 極度狹小的客房煞氣沖沖 床尾向窗以及錦鱗爐灶 都容易傷害健康 不過還好只是間客房 影響並不大 否則長期住在裡面 受空間壓迫 就跟住在牢房沒兩樣呢 而接下來李成泰的房間 會是什麼樣的怪異模樣呢 應該就是在這兒吧 沒有 他們當然要坐飲機 應該是這邊嗎 不是 那個阿姬… 我知道阿嬤 是不是翻出來了 那是地窖 那裡面是地窖還有金庫 是這一間嗎 在這裡… 神經質握防擺設 應該就是在這兒吧 沒有 他們當然要坐飲機 應該是這邊 不是 那個阿姬… 我知道阿嬤 是不是翻出來了 那是地窖 那裡面是地窖還有金庫 是這一間嗎 在這裡… 是這一間顏色 很鮮艷的這一間嗎 沒錯 真的跟你很符合 對 就是很繽紛的感覺 很浪漫這樣子 這個也是都是木頭的 還是那種香氣的那種地窖 對啊 我唯一覺得怪怪的是這個養牌 就是它總是讓我覺得斜斜的 它好像是 是 因為身在這裡 我就一直在偷 對啊 因為你看那個地 是嗎 對不對 這個地板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怎麼寫的 這是… 小姐 那裡面有藏人的 那是耶 那裡有藏人 藏得這麼好 所以它更衣是坐在它的床頭板後面 對 所以它剛剛說它神經紙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的床頭後面 剛好還有一個空間 確實也很容易造成腦神經甩落的問題 而且也容易會有犯小人的格局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因為後面是空的 雖然你有把它隔起來 但是如果你的空的太明顯的話 像你這個空的還不明顯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我這一進門 就發現說這個地方剛好一個門 還好它做隱藏式的 所以你完全沒有發現 但這個可以隱藏得很好 那如果說你做一個門框的 代表這個空間很明顯的 那個腦神經甩落的問題 會更明顯 所以如果後面是更衣式的話 你就不能做一個 可以看得出來的門框 對 覺得它把它隱藏起來 那也見為見為主 那如果是沒有門的呢 它只是一個空間 就是沒有這一片門 直接外放的 直接甩落 那就更糟糕了 就是會更腦神經甩落 對啊 因為你就很明顯 你知道說那個地方是空的 我們就是要讓你在看不出來 那是空的 就是等於把直接腦磚了一個洞 然後沒有一直放空 對 所以床頭後面不管怎樣 最好就是石牆 石牆是最實在的 所以你睡起來 你也會特別的安穩 那此外 你這個房間 除了後面是空的問題呢 你看我們剛剛站這邊 是不是斜的 對啊 斜的對出去又有很多的招牌 剛好就有兩個招牌 直接掃射到它這一個 有耶 有兩個 過房地 哪兩個… 那兩個 茶葉的 茶葉的 我明天就叫建管局來猜 猜它為劍 買好為劍 好可惜 他沒有為劍 他沒有為劍嗎 這是他的招牌 可是他影響我的睡眠品質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要如何化解 所以我們剛去那個房間 客房就是它的床尾 直接對上床戶 然後跟這個招牌 所以我們常常在節目上講 九宮八卦真的很好用 所以今天也要送你一張 九宮八卦 這九宮八卦來講的話是… 九宮八卦它的力量 就是說它可以化解百煞 它也是唯獨可以掛在室內的 的一個鎮法 所以它不會傷到你室內的家人 也可以幫你保平安 真的嗎 所以這送你 那它掛在哪裡 這樣很美 可以了,這樣很美 這樣你應該很好睡 可是我們就不能走路了 百毒不清 要貼哪裡呢 好,這個來講的話 你就把它貼到面對煞氣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那個床尾 是不是建窗 你就貼到窗戶的地方 對你的床 那就有貼在這個位置 對,因為這個煞氣是來自於外面 所以它這邊應該是貼在這裡嗎 對 就這樣放著 就這樣放著 然後直接對這個煞氣 朝外嗎 對,朝外面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你剛收到這個床 你這個床其實墊得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 這好嗎 其實墊高來講的話 當然是很方便 你上下床 但是你要看它的空間的格局 你看它這個窗材 是不是已經坐得很低了 你看墊太高之後 你人躺下去 其實好像是要翻在外面的感覺 所以像一般我們大廈 或公寓室的房子 它現在很喜歡那種建案 很喜歡這樣弄得很大 然後你在睡覺的時候會覺得外面雲在飄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好像是睡覺在飄 這好,就睡在雲上很舒服 這是真的漫步在雲上的感覺 很暈 很暈 確實是很暈 而且暈自己會變得很不好 而且健康方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要接這個失念的地氣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窗戶開得太低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沒有安全感 對 然後你會隨時就覺得好像翻出去了 那這個地氣太空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泌尿系統的問題 泌尿系統跟腎臟方面的問題 要特別留意 那我們要如何化解呢 就是你就是在床的高度的地方 把這個床貼貼一半 你可以貼床貼 或是你可以在這窗台上面 放一些白色的水晶 或是黃色的水晶 可以幫他做化解 有啦,聽小型他們這樣說就這樣 對,他總之躺下來 就是睡在好像外面的感覺 對… 因為就是他的窗戶完全是落地窗 真的會睡不安穩 真的啊 對,因為有一些 像我們有時候去住飯店 什麼,他們落地窗在旁邊 我也是都會覺得 我好像快要掉下去 會害怕 中關臥房 讓人睡不安穩的三個煞氣 一、床頭背靠更衣間 如果不能將床頭轉向靠牆 也只能設置隱藏式的門 以降低傷害 二、窗外的招牌沖床 可對外擺放九宮八卦 以化解煞氣 三、窗戶太低 移貼窗貼 或在窗台擺放黃水晶 或是白水晶化解哦 可以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康愷屋要有多少的條件 才能形成康愷屋 對,康愷屋就是表示說 我們可以跟主人家來借錢 然後還有不斷漏菜 你為什麼再開心 對,因為感覺可以借錢 又沒有用利息得很開心 對啊 所以我們來整理一下 有五點 他們家有四點 但是第五點 我會送給大家知道 第一點就是他開門 是不是直接見散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從他客廳 會進到這個爐灶 那第三個 是不是他們家的柴位 是不是空的 落空的地方 那第四點 是不是他們家的冰箱 在陽台外面的 好 那第五個就是要教大家 如果你的梳妝台 是不是帶你的柴褲 如果說你的梳妝台剛好背門的話 也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第五個就是在臥室會發生的 對,這樣還好 他沒有背門 他沒有背門 所以門在那邊 如果是梳妝台是在這裡 對,如果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剛好直接正背門 這樣也就是屬於那一戶 外露的一個鮮 一個原來的鮮 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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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